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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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吃飯啊 眼吃醜了 超誇張的 要來吃在地有一間 我那時候看網路上是介紹的是 非常浮誇非常誇張的一個海鮮粥 那它好像有推出螃蟹粥 我等一下來拍給大家看囉 其實我們剛才本來是要點這個 它的那個什麼 神仙打架的這個海鮮粥 看起來是有螃蟹跟龍蝦還有蝦 可是後來我們就看到這一張更誇張 那既然我們都是拍浮誇戲出身的 我們就要來點這個啊 大四喜 超誇張的耶 它是一個四分之一耶 然後它裡面是有分很多 它有粥品還有附小菜跟飲料 然後它這邊還有一個自助的餐具 而且它很貼心 它是有放這個龍螃蟹肉的還有夾子 那我看它還有附這個芥末 沙茶 辣豆瓣跟辣油 感覺這個辣油等一下加那個海鮮粥應該不錯 你看台中就是豪邁 帶帶看喔這是小菜喔 這個魚在台北就算一個主菜了吧 它這個是台中的小菜 給你整條魚也是不為過的 對啊 那這樣子其實我們在吃完白飯 光小菜我們就可以吃一餐了 可以嗎 別吃飯啊 這超誇張的 這應該至少有四公斤吧 三四公斤以上了吧 差不多 然後它整個是四個 好你可以放下來了 這個的話是麻油土雞粥 這個是韓式豆腐鍋 然後它的蝦子給超多 這個是南瓜干貝蛤蜊鍋 超多的 然後再一個的話這個就是螃蟹鍋 我自己個人是很推的一個 它這個是給整隻的花蟹 再加這個鮮蝦 這樣子才260 欸270了 好香喔 都是那個麻油味 這應該要把它攪在一起 它這真的是超香的欸 吃吃看 喔好好吃喔 它的麻油味道超重 可是它不會太鹹 然後雞肉我吃吃看 好香喔 雞肉也好好吃 它有點淡淡的 中藥蝦 好吃欸 哇整隻腳欸 這個是蟹棒 對啊 過真價值的蟹棒 這個不是假蟹棒喔 吃吧吃吧吃吧 好直接吃直接吃 這個韓式的辣鍋 這到底是幾隻蝦啊 七隻八隻欸 然後裡面後面還有蛤蜊欸 而且它的蛤蜊是很大顆的這一種 然後這個也是 滿滿的全部都是蛤蜊 主要看喔你看喔 它的蛤蜊都是這種肥的欸 這樣才270欸 哇真的超多的欸 它所有的腳都在底下 這個把它弄一弄 欸油蔥加那個胡椒粉 真是最配那個 閃閃發光啊 這好像不是貢丸欸 吃木魚啊 所以這一整鍋全部都是海鮮 我覺得這個一鍋應該可以兩個人吃的 然後你看這裡面 它裡面還有很多這個欸 帶肉的魚皮 對 對 膠原蛋白都有了 其實基本上我現在吃到現在 它是沒有 應該是沒有放味精 因為嘴巴還是沒有乾乾的 對 它應該是用那個高麗菜去燉它的甜 好鮮的鮮味 搭在一起 所以有點像南瓜濃湯的那種感覺 那你吃吃看它的蛤蜊 它蛤蜊真的超棒 哇哦肥的肥的 有爆漿對不對 水泡破掉了 水泡破掉了 水泡真的破了 水泡是鮮 對啊 真的真的很棒 你看 這一排 這邊全部都不是粥 全部都是干貝 一口塞 這四個其實真的 我覺得麻油真的很好吃 然後 海鮮粥我覺得也不錯 海鮮粥的話它是有加那個油蔥跟 胡椒去提它的鮮味 真的很好吃 我們吃小菜 可是它這個小菜跟主菜一樣大 金針 這應該是類似鮮魚啊 它上面有放那個破布籽 嗯 好吃耶 是甜的耶 它魚肉是甜的 我本來以為小菜 麻麻糊糊糊的真的是很棒耶 甜的 它的海鮮都很新鮮 因為我本身很怕海鮮的臭臭皮 目前沒有吃到有臭臭臭 整個的鹹豬肉 它旁邊還有放那個醋 蒜頭醋可以讓你解膩 嗯 這好吃耶 你吃吃看 它沾旁邊的那個蒜頭醋 好吃齁 這有水準 這有水準的耶 好想配飯喔 真的 它這個蝦豆先幫你剝殼 對耶 你看它的蝦子 其實它的中間段是有幫你剝殼的 韓式也不錯耶 它帶一點辣味 可以說 你把旁邊的口味比較鮮的吃膩了以後 你可以吃這個辣味的題 解一下 台中的宵夜就是這麼的 樸絲無華對不對 它靠山色還有放那個 還有附四杯的飲料 那有奶茶跟紅茶可以選 現在的話 是十點 然後 我們基本上 要投降 對 要投降 不過基本上我們料也吃了差不多 七成了啦 然後剩下的是 底下的那個 海鮮料跟那個 粥的部分的話 我們這邊趕快 我們剛才烤了台中的 朋友過來支援 等一下請他打包回去 讓他吃三噸 就會先來看看 海鮮料ики 給我們 西南 西北 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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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